哈喽大家好我是炒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中国人购买比特币的最简单的方法 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先给大家说一下币圈有非常多的片子 特别是出金卖币的时候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体现出金 如果你是币圈的新手 一定一定要仔细的观看本期的视频 本期的视频一共分为这五个步骤 我会挨个的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开始注册OEOKX交易所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币安火币 选择OEOKX的原因呢 第一个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大陆客户 第二个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其他的手续费非常的高 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用我的要求链接去注册呢 你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你这边可以手续费 终身减免20%非常非常的划算 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花费100元的手续费 但是你用了我的邀请链接 你只需要付款80元就可以 手续费终身减免20%非常的划算 好了我们教给大家如何去注册 先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到浏览器里面 然后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手机邮箱都是可以注册的 手机的话支持中国地区 邀请码默认是填写的 大家可以用我的邀请码 如果用我的邀请码的话 另外还会随机的赠送您一些盲盒 这个盲盒的话可以随机的开出一些虚拟货币 然后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登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好了接着我们进行第二步 交易所 手机端的设置 安卓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安卓 安卓非常简单 我们打开一下这个注册链接 然后在这边 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用微信或者是QQ 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 如果扫码的时候 提示被拦截被封被封控 那可能是被人给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说一个别的操作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支付宝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扫一扫 用我们的手机支付宝里面的扫一扫 也是可以下载的 如果你不想用手机的扫一扫的话 你这边可以打开一下你的360浏览器 360浏览器的话 这边也是有一个扫一扫的 也是可以用的 好说完了安卓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苹果 苹果手机的话 由于苹果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 什么是海外的ID呢 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我们点开 然后左右上角 这个账号 不能是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大陆的ID不能下载它的APP 那这个ID呢我们可以打开一下谷歌 在谷歌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然后这个的话几块钱一个非常的便宜 当我们买完之后 他会给我们一个账号和密码 然后我们可以拿着我们的账号去登录这个苹果应用商店 由于我们现在可能登录的是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我们需要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 退出我们自己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刚才购买的这个美区的ID 或者是海外的ID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在里面输入一下OKX 好 输入完OKX之后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会有一个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类似于散子的一个东西 这边写的OE OKX 这边呢是下载 由于我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呢这边选择的是打开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个APP 我这边的话安卓是没有问题 已经可以正常下载 并且我这边已经登录上了是没有问题 然后苹果的话 我这边也是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也是没有问题的 说明我的这个方法下载安卓 下载苹果都是可以的 好了我们再继续下一个 给大家说一个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搞好 然后我们登录一下我们的交易所的APP 我这边提前登录过了 然后点击这边左上角 来到这里选择这边 然后呢这边会有非常多的选项 我们点击安全设置 然后安全设置选择安全中心 像这边这些手机邮箱身份验证 然后这些钓鱼码之类的大家绑定上就可以了 偏好设置这边即将货币改成人民币就行了 然后这边就随意大家了 好了这些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绑定一下银行卡 点击还是这边 然后在这边选择买币 选择CRC交易 选择我的 然后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选择收款账号管理 这边点击立即添加好 然后点击立即添加之后 这边会让我们银行卡微信支付宝 我个人的建议是大家只开启银行卡就可以了 然后支付宝微信不要开启 为什么呢 因为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封控 大家可以选择这个银行卡 选择完银行卡之后 添加我们的收款账号就可以了 好了当我们添加完收款账号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继续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USDT 怎么买USDT呢 下来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他USDT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个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美元就是一USDT 一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泰达币了 如果我们想去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英镑 人民币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这个USDT 说白了一句话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有美元 有欧元 有人民币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我想买比特币买什么的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们本地的货币 先去购买这个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去购买USDT 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先来到首页 然后选择左上角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买币和CRC交易 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CRC交易 不要选择这个买币 为什么呢 因为买币这个是系统自动的匹配 非常危险 但是这个CRC交易非常的安全 是我们自己去筛选这个商家 选择CRC交易 然后点击这边的购买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假设我们想购买1万 好我输入1万 然后这边筛选 我用银行卡 好 然后会出来非常非常多的商家 大家能看得到 我们今天主要是做哪一个呢 我们今天主要的是看他这边的 这个成交量 越高越多越好 好 他这边是39,000 还有一个8,200 像这种8,200 我们就不要 我们就要这个39,000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39,000的 39,000的跑了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币圈老场位 他这边有16,000 然后我们再看哪里呢 看他成为商家的时间 一定要一年以上 现在已经一年半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就是看他的成交率和成交量 这边是16,000单 和99% 像他这种就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委托单 也就是说一定要看这个时间和单量越多越老越可以 然后选择这边有一个购买 我们选择购买 好 我们点击去下单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假设我们想购买一万 好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零手续费买入就行了 给 相信大家也看见了 刚才需要我们去验证一下 好 我们点击 看见没有 这边需要提供以下的证明 好 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一般的这种情况就是 呃 卖家 怕我们的银行卡不干净 有一些不干净的钱来流入和他交易的话 会牵扯到他这边 然后我们需要给他发送一下 我们近期的流水明细 给他看一下 流水明细呢 我们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然后我这边是民生银行 点击我的 然后我的最近的名气 我们给他看一眼 像我这边 比如说我这边买烟买酒 买水果 逛超市点外卖 然后我这张卡没有进账 都是我正常消费 像这样 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这张截图 发给这个商家 他看完之后 感觉我们没有问题 然后呢 他就会把他的 呃姓名 他的卡号 哪个银行给我们 然后 我们收到这个之后 给这张银行卡 再转账就可以了 转完账之后 我们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千万不要 还没转账了 给人家直接点击 这个我已完成转账 而且呢 转账的时候 不要备注任何的信息 什么投资理财 买比特币之类的 千万不要备注这种东西 你买一万 你给他转一万 你买五千 给他转五千就行了 转完之后 再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然后大约也就是 几分钟的时间吧 你的这个币 就会到账了 我这边为了给大家演示 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一百个USDT 然后我们 想去买币 好 非常的简单 但是 我有一个事情 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 一个交易 好 我们点击一下资金 有一百 但是呢 交易账户 现在是没有钱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说一下 资金账户 只是说明 我们的账户里面 有USDT 但是呢 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顾名思义 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可以用来交易 我们的钱 现在是在资金账户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 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资金账户 放到交易账户 点击最大 点击确定 好 我们的钱已经过去了 我们刷新一下 资金账户 没有钱了 钱 在交易账户 交易账户有钱 我们才能去买币呢 点击这边的交易 好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很多的新手朋友不懂 这个是什么东西 没关系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你可以任意的切换 切换成比特币 以太坊狗狗币任何的货币都可以 这个1650是当前这个eth以太坊的价格 如果我们想买比买比特币呢 非常的简单 在这边呢 就要给大家说一个网站了 它叫做飞小号 它是一个免费的看行情的网站 这个网站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假设我们想去买比特币 你不能输入汉字比特币 你必须输入英文 BTC 以太坊呢 输入eth 那我想买狗狗币 输入DOG 好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假设我现在想买狗狗币 那我就点击这个eth 然后点击 然后在这边输入DOG 选择BB 好这边有个DOG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变成0.06了 这边变成狗狗币了 好 那我想买比特币呢 非常简单 输入BTC 然后再点击 好BTC 我输成BTW好BTC 选择BB 看见没有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那我想买以太坊 非常简单 和刚才的这边有个eth 好 我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大家一定要把它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好 我们点击买入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点击拉满 然后再点击这个买入eth就可以了 假设现在我们已经买了一个eth 然后价格呢是1650 现在我们想卖这个eth呢 我们点击卖出 然后同样的选择市价委托 点击拉满 然后卖出就行了 呃卖的时候呢 假设我们买的时候是1650 过了两天以太坊涨了 我们卖的时候是1750 哎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呀 是不是赚了100个usct 那这个时候呢 我想出金想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操作呢 非常简单 好接着我们来到我们的资产 我们的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刚才我们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账户放到交易账户 现在我们赚钱了 我们想出金想换成人民币 那我们需要从交易账户 反向的转到这个资金账户 点击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从资金到交易 然后选择最大 好从交易账户到资金 好选择最大选择确定 ok现在钱过去了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都是在资金账户里面 好我们回到首页选择这边 和刚才一样选择crc交易 但是呢这边一定要选择出售了 然后选择 筛选银行卡 在这边输入我们要输售的金额 假设是一万 好我们选择一万 筛选是银行卡 然后和刚才一样 一定要找到这种 乘交量多的老商家 好这边有个一万四东方蜘蛛 我们看一下他 像他这么就没问题 为什么说他没有问题呢 因为他这边是一个老商家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是22年 已经快两年了 然后他这边的话 成交单数这边是一万四 成交率99 而且他近30天 这边非常多交易对手 像他这么就没有问题 选择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选择出售 选择最大 好这样的话 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点击完最大之后 再点击零手续费卖出USDT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商家那边会收到我们的订单 收到订单之后 他会给我们的银行卡转过来 732人民币 当我们收到了这732之后 我们再点击确定 把这100个USDT给他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1650买 1750买赚钱了100个USDT 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炒鞭浪士 感谢大家的观看 BTCS等等值5000美金吗 真的值 截止到2022年5月20日 据BTCS一新官宣中 本聪BTCS5网上限价钱 预估会在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之间 所以BTCS等等值5000美金 中本聪BTCS票借吗 是的 BTC自己都知道 就是币圈的定海神针比特币的简称 而S指的是 Satoshi Nakamoto中本聪名字的首字母 并且更恶心的是 该APP居然直接以中本聪为名 再来说玩法 APP的主要玩法 其实就是算力互换的方式 富人并不需求投资者置办云矿机来投资 但其实玩法也并不拙力 还是一个十分低端的骗局 这42个互联网项目妖主 警方上当上当 1.亚元IQTAC 即官网后 据悉往常更名原乐方了 千万不要上当 这个盘子曾经骗了不少人 十分悲催的是 被骗人连骗子是谁都不知道 情远离 2.云蛙矿AVD 最近就有用户爆料被所谓的云蛙矿的APP给骗了 这个用户看到他经常写检卡的群众号上 给他推送了一条推文 宣称只需下载一款名为 约凤土的 就可以经过租赁显卡云蛙矿的手段赔本 写日收益有百分之五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 除了云蛙矿 还有什么宠物蛙矿都等 他们经过诱导消耗的方式割韭菜 3.新奇精品 黄金类资金盘项目 但更光秃秃 务必留审 4.消疤生活 据爆料人讲 目前平台随意封号 有个团队只需是20万以上积分的局部封号 封号理由 说是会员刷单 其实许多会员没有刷单 只是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 实际是谢莫杀驴 终究一些人团队大了 平台就要付出许多钱来 只能封号处置 5.缠插商城 目前在抖音等平台大范围拉人入坑 操玩手是之前的炼如云操玩手 上个屁股还没有擦截镜 6.真品开购 真品开购是个涉嫌传销的资金盘 从投资收益来看 就是后进来的用户投入的资金 就成为前面投资者的收益 拆东墙补习墙的房是电影 7.你商城 依据力商城重的推行方式看出 这是抢单扩住盘 最后要么是崩盘跑路 要么就是被政府打击 不会有好的结果 8.Time Harvest 近期有个叫Time Quantity Harvest的A机器人项目 Time公司自身成立于2017年 遭到澳大利亚ASI系的严护金管 运用A机器人通知股票指数交易 为了上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 实际上包装天衣无缝 就是去年9月份左右才上线的一个项目 这就是个典型的量化交易类资金盘骗局 这类项目在之前文章里曝光过不少 大局部都公谈跑路了 这个项目也行将出事 自己注意 就联盟链 宣称是已从旅游旗下旅游联盟链 已从旅游就是一个打着旅游旗帜的资金盘而已 网常刚上线的旅游联盟列 小安以为可以参考原本的练习 就是二次收割而已 风险极高 是 休闲浓庄 资金盘 项目方还经过让会员看广告赔本 网常的项目方都把会员当成牛马 注册后就成了项目方的奴隶 每天看广告帮着项目方赔本 这一点蜜勒重启盘子 拍呱呱就做到极致 网常也是半死不夺 十一 害了宫面 名字挺哀小赵 其实就是一个国际的团队 找了个外国人站台宣扬的资金盘 所谓的算法和之前的雷达很像 简直就是照搬了 拉人头或许什么几把刀子利 这个盘子可以就是之前在雷达的团队长搞的 操盘手法很不干练 真正内核的东西也没居心 妥妥的圈前短命盘 十二 J环保活泛 最近禁止了G系环保币的房盘 项目方号称是海外手码项目 大约了解了下来 这又是个拿环保做概念的资金盘骗子 这个操盘手貌似没怎样下力气飞行 APP做的也比你惊喜惨大 不建议做 各位注意 十三 博蓝共享 这个项目曾经被多地遇见 就是过些老鼠人人喊打的手机 又有网友称 博蓝共享再次莫为所仓 红号 就是一帮骗子在继续忽有 十四 将军心 这个项目就是个典型的互助盘而已 去年提示过本人好几次 让你们留审赶忙撤 不知道几听进去 目前是完整崩盘了 不少会员莫为组织维权 十五 CCB生态数字风筝 关于虚拟币一类 国度曾经清楚表示是合法金融 对这些宣扬 务必要留审 十六 去排吧 2021年11月份上线 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情 这种排线项目 现在上线就是巅峰 三个月就崩盘 曾经形成规律 没有什么玩的必要 十七 所谓来 一个相似于拼团的项目 透称月收益40% 这个项目实质 就是个传销分红盘而已 各位留神 十八 山河馆 打着拍卖字画等外表 其实就是个抢单货助盘而已 据悉操盘手 在后台猖狂抽水2000多万 即将要崩盘跑路 各位当机 十九 HGOGO平台 HGOGO平台上的用户爆料说 自己在平台上 屡次被套路 第一次说要交三万优才感交易 第二次是要缴团体所得税 八千八百多优才感提现 这个用户真的是被洗脑 被平台所宣扬的高利息冲昏了头脑 才一次又一次的将资产往里头 现在到了要提现了 发掘基本就取不进去 数字在美妙也只是一串数字而已 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及其他人能够引进围境 二十 GEC环保币 价钱进一步走低 很多之前被高位套住了 想要回本曾经指日可待 五年锁仓制度出来之后 环保距离最后的攻函 也就只是差一个方式而已 新人肯定要远离 二十一 金宝捷报 实质也是个抢单护注盘 这类项目一般周期在两个月内 快的一个星期 搞几个抽水账户 吃掉第一波打款的玩家就跑路 二十二 新界动力 从宣扬资料下去看 清楚的不靠 各类的挖矿行为 及项目都不要参与 目前政策严酷打击中 这类项目都是收割骗局 请勿缴智商碎碎 二十三 EU International平台 成立于2021年的11月 就是一个黑平台 各种理由拒绝出金 即使交纳了税金 也无法出金 二十四 EH2.0测试力 随着EH2.0的继续完美 随意神团队再一次将往年的6月份 定位了2.0的上限日期 不过贾校园最近看见了不少打着 EH2.0旗帜的骗局 宣称有测试力 这类广告一概不要置信 这类项目也千万不要去碰 普妥的诈骗 二十五 神盟社区 盘古社区前脚刚崩 后脚所谓的神盟社区又出来了 还张让着要取代盘古成为龙头 保时节 盘古等各种出口变局走马观花 韭菜们血都还没有干 花都还没解 痛都还没握 这个神盟又想急着收割一波 人杀前都的可以去试试 一般人肯定要远离 远离 远离 二十六 狗王double品 土狗项目 还直接碰死了狗狗币 自称狗王 最近传得比拟热 制度方式上没有太大的创新 发行量也高得离谱 最主要的一点 现在十个土狗 有十一个都是直接圈钱的资金盘 寿命短点的几天甚至几个小时 长点的也撑不到一个月 现在早曾经不是之前土狗报复的阶段 而是进入了土狗骗局的时期 现阶段尽量要远离一切突破 二十七 乐伯农业 一个打着农业噱头的项目 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金盘 并且还踏马又扯上了区块链的概念 区块链能和农业扯上什么联系 贾教员真实是凶无点磨了 车类小盘子 就喜欢什么火就加什么 各种抢手的东西杂七杂八一锅乱炖 总有几个韭菜上钩 目前还只是小范围的传达阶段 碰见了肯定要远离 还肯定要给家里的老人都提示 二十八 五行会员张剑都被关出来几年了 都还有人打着他已经的产品终止杂变 最近市面上又冒出了一个五行币的盘子 才收盘十多天 打着赠送的表面周围拉人头 特地是针对中老年人群 家里有老人的力竟要连持造人 并给他们的手机装置上 多度反占APP 二十九 银河商品 据网友反映 一个名为银河商品的项目十分可逼 能够属于传修 这个项目一看就是个拼团类资金盘而已 作为当心 三十 CN充正 号称币圈盲人李某龙搞的盘子 在看了不少关于李某龙的视频以后 觉得他就是一个傀儡而已 真正的操盘手出亮在幕后 有点相似于非洲矿业NBC中 那个坐在轮椅上 只会吹嘘皮的徐某连 三十一 引力生火 看广告给大迷 这宣扬是不是很接受人 与以从旅游的看广告给收益套路是一样的 其实外面的猫腻在前面 不要去参与投资 三十二 耕之降 应当是两天一轮 一轮收益在百分之五点五 扣除手续费百分之三点五 操盘手变相的收手续费 就能把盘子抽死 就别说私自继续抽水了 一轮利息 在百分之二日利息 百分之一月 本钱百分之三十 看到这就知道了 这就是完完好整的资金盘骗局 最后的结局 必定是崩盘跑路 绝无其他能够 三十三 中和万家 买黄金送黄金为噱头的互联网项目 黄金类资金盘骗局 各位当心 三十四 华星商会 又一个拍卖方式的抢单盘 最近这类的盘子好多 明天曝光的云之家 也是这样的盘子 基本上 都有什么实体公司作为位置 十足就是一个互助骗局而已 三十五 假云一购 把本钱分享出来给客户 致使于更好的推行平台 补走客户团体 电名 带动客户团体首页 并完成独子布 完成人人做老板 做公司股东 享用公司分红 和很多商城的滴滴相似 涉嫌传销 三十六 新链有电 新链有电都是打着自购省钱 分享陪本的口号 号称硕立了激进电商形式 新链有电打着区块链表面拉人头 涉嫌传销 链桃依然是一个光秃秃的资金盘骗局 三十九 祝元勇被打 非常行事 拉人头 涉嫌传销 四十 中本聪 BTCS 中本聪消失这么多年了 刚好赶到年底出来 然后开个盘子 让你赔本 四十一 吉约克 原始股投资其实确实是具有的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接触到此类的投资项目 却百分之一百都是骗子 四十二 绿运搜搜 一切电商APP形式 涉嫌传销 BTCS5本聪币 什么十分上交易所目前上线的都是期货 精密怎样十分上线还是未知数 也能够很快 也能够很慢 假定你等着买币赶投空这个有点圈 终究就算上了交易所 前期不是只能买币 限制提现的 一 苏文是一个有点对点网络节点组成的系统 和创立聚集的存储和通信服务 由于经过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实施的内置服务器 该系统在经济上可以自我坚持 苏文期望塑造一个具有自主主权的全球社会和无需允许的封锁市场的位置 在苏文上 运用次第可以在全球范围的复制和实施环境中自主而平安的运动 力全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 二级炒币市场到什么时分也没有一级挖矿市场坚定 现在天王级的苏文项目 空投100万个BCC币来考证苏文1.0主网和优化主网 抚慰市场来增加生动的节点数量和网络各大社区的音讯反应 只需有BCC节点的用户可以莫尾挖BCC币 现在苏文空投对BCC节点的配置和带宽央求有点高 能当挖到BCC币支票的节点的企业不太多 仅有几个行业顶尖技术企业才可以搭建有效节的BCC节点 有效高效的BCC节点每天能挖到2-3帧BCC币支票 然后可以用BCC币支票在主网上线前兑换兑能的BCC币 二 自己都想知道以太坊推出的天王级项目BCC币能涨到1万美金吗 依据BCC币的背景和运用 肯定是不止1万美金的 但是多久能到1万美金这个只需等时间了 预测BCC币在2023年有望抵达1万美金 最近太多的利空消息扑灭而来 刚如币圈的人都被吓得不轻 老币有对这样的利空早就麻木了 每次利空都会抄底小专一页 所以每次利空都会下跌到一个新高度 这样的共识是一个新的时期 是属于区块链的时期 全球20%的人具有80%的台湾 大少数人都觉得不公寓 现在急需新技术 新模式来处置这一现状 区块链有可能是可以改动这一现状 我们从飞小号上看到 现在的BCC币的价钱在157美金左右 是主网没有上限的价钱 上限以后是什么价钱自己脑补一下 眼下散布式存储成为市场布局的热点 随着野生智能 物联网 野生智能 5G的快速展开 以及国度新基建战略的促进 新的技术和运用 加快了机停止液数字化转型 数据乘几何即增加 排量数据在被剖析 化觉中发明出有限价值 如何将这些珍贵的数据保管下去 成为当下最为急切的需求 散布式存储应运而生 正是被国度回赴新基建 未来重点展开的范围 长BTCS少人比前一个 接近买卖所200到500元一枚 两年能上1万元一枚 货源远远于1万元 由于中本聪是铸造区中心化坚定币 与SDSO一亩币 西纪可以辅足到你 祝您生活快乐 中本聪8000一个笔是真的吗 真的 中本聪团队研发的BTCS 属于BTC的紫币 上市虚拟货币买卖所 是一个币高达8000元 取得了投资者的一致好评 并且价钱也在不时堪称规 BTCS真的值5000美金吗 真的值 截止到2022年5月20日 据BTCS最新官宣中 本聪BTCS无网上限价钱 与不会在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之间 所以BTCS真的值5000美金 中本聪币往常值多少钱 一个中本聪在哪里买卖 曾经上交易所 拓展资料 BTCS简称BTCS一种加密货币 或一种数字资产 BTCS昔日价钱为0.01527286美元 24小时交易量为90.97美元 价钱在过去24小时内 下跌了不2.6% BTCS具有1950万枚硬币的循环供应 最大供应量为2100万枚硬币 BTCS在一个交易所商市 共有4个生动市场 那么BTCS在哪些交易所能买到呢 1.OEOCAC休闲意志 OEOCAC是一款 可力辅佐用户取得全方面交易的效力软件 开软件由全球顶级的平安团队开拓 全球链圈币圈应许 每日的抢手看点实时推锁 让用户能够快速了解行业精彩 冷静知道更多币圈的相关指示 OEOCAC是一款十分好用的数字区块链交易平台 用户可以经过OEOCAC随时随地了解到 最新的数字货币相关应许 还能在线终止各种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交易 感性贵的渊假欢迎前览下载 2.摩擦交易所修行意志 NMXC摩擦交易所 全球抢新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 为用户提供平安、便利 智能的区块链资产交易 主要包括比特币BTC来特币 LTC以太坊 TUCE US 以及比特币行情比特币价 摩擦交易所是一款十分火爆的交易所平台 用户在摩擦交易所中可以检查最新的货币音讯 数字货币的涨跌状况 这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平台支持全球的数字货币交易 外面还有超多的活动等你来参与 用户在这款转件中也可以终止投资 平安牢靠 感性味的小同伴来下载摩擦交易所 3.中币 休闲意志中币网交易平台是收费的比特币来特币 以太坊 以太模范行情显现和交易软件 中币网由全球专业威望的比特币交易平台更珠比 平安 可疑心 中币网交易平台被应用户中指比特币 比特币来特币以太坊 体体态模范 TC交易及行情查询 CB勤劳为用户和行业提供专业 安全 透明的数字货币 一战时效 中币是一款还比你靠谱的金融理财平台 这里可以停止各种虚拟数字货币交易 平台提供了国际多个抢手币种 用户可依据需求停止选择 每天会实时更新行业内资讯 对于合理把控风险投资 抓住赔本机遇 内胸界平台被振动 鉄推荣 不连 其他活用 证明 初恨